議員美亞質詢 議員請 好 感謝主席 那針對於這次的市政總質詢 本席要先就我們今天的一個大的這個標題喔 然後要先讓我們各局處甚至市長能夠清楚知道 這一次希望跟市長這邊來討論的問題 我們看到這邊的標語是寫說 為期經留一條路 為青年留一條路 我們也希望為富佑留一條路 那曾經我們有聽過有一句 年輕人很常說的一句話 我就站在你面前 可是就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是我站在你面前 可是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但是現在在高雄人的人心目中 對期經人而言 回家最遙遠的距離 是我就站在渡輪口 看著等待搭渡輪回家 但是呢 渡輪來了又走來了又走 他就遲遲搭不上那條渡輪 而為我們高雄市的青年人而言 世界上最遙遠回家的距離 是高雄市他們的故鄉 他們非常希望能夠回到高雄 找到就業機會 能夠有合一的住宅可以居住 在高雄落葉生根 但是目前我們遲遲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讓我們的青年人能夠落葉歸根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很多的媽媽或是很多的婦幼朋友 跟梅雅反映 當他們在推著娃娃車 在高雄市的街道行走的時候 他們感受到的卻是道路不平 甚至是沒有行人所謂的通行的步道 甚至於學生們 如果我們希望鼓勵他們是能夠通學走到學校的話 也沒有一條安全的路讓他們可以通行 這些都是我們的一些民生問題 甚至於市場還有一個很遙遠的距離是什麼呢 高雄市政府告訴高雄市民說 為了城市的進步 我們希望未來污水道下水管的接管率 所以我們必須達到比例能夠很高 這才代表是一個進步的城市 而當我們在進行這樣的污水下水道接管的時候 民眾也全力來做配合之後 現在水利局告訴他們 必須隨著自來水收費 然後呢是變相的漲價了百分之五十五 這是我們高雄市目前針對總總的現況 事上最遙遠的距離是什麼呢 很多的民眾希望在高雄市 大家都說高雄變漂亮了 大家越來越愛我們高雄 可是高雄的治安 卻讓我們覺得感到疑慮 其實警察非常認真的在辦案 但是呢 當民眾去報案的時候會發現 哎呀 監視器是壞掉的 或者是我們警察非常認真在辦案 在遇到這些犯罪行為 他們要去做追趕的時候 哎呀 我們的警車車輛 這樣都是老舊要汰換的 因為我們的預算可能不足 再給我們的教育經費 再給我們警察的經費來講 保安的經費來說 可能都有一些的不足 所以導致說現在高雄出現了很多 明明我們很努力高雄市政府也許很努力 大家都希望好好的做事 可是會讓民眾覺得說高雄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缺失 世上最遙遠的距離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看 本期希望說透過今天的質詢 我們可以跟市長各局處首長 大家一起來探討 希望未來大家談到我們高雄市 是認為說高雄回家的路 不再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而是一個真正的移居城市 而是一個真正讓他覺得安全 幸福健康的城市 也不用再擔心會有登革熱等等的問題 好 接著本期就要針對以下的一些問題 來跟我們市長這邊來做討論 首先本期這邊要先就針對於 奇經人的罪痛 市長針對奇經人居民有兩大部分 待會會就教您這兩大部分 那麼如果有哪一些局 目前有在努力 也請市長指派他們來做回答 但是本期建議市長先就大方向 讓我們奇經區的居民 感受到市長重視奇經這樣的一個美意 首先奇經人最大的痛是在搭渡輪的時候 當高雄市在發展經濟 在利用我們奇經的觀光美景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到有沒有照顧到 奇經的居民 我們來看一下 本期這邊先建議市長 未來是不是可以給我們奇經人民 一條方便回家的路 具體建議是希望能夠有增設 我們第二條的渡輪航線 建議市長這邊應該要爭取渡輪站 能夠擴大腹地 然後增加我們的航班跟容納的人數 而在現在的上下班時間 以及六日的尖峰時段 應該要加開航班 並且奇經居民非常擔心的 除了我們的渡輪以外 他們對外的連結道路 就是我們所謂的過港隧道 但是奇經居民擔心 過港隧道是不是未來年限也快到了 一百二十三年的時候 年限會到 那麼未來在奇經的這個過港隧道的話 我們的第二條 預計有沒有建議中央 何時要來興建 我們市政府有沒有掌握進度 並且在現有的這樣的一個過港隧道 目前跟港務公司 這邊調來的資料是說 他們打算用補強的方式 延長現有隧道的壽命 但是這個到底隧道的安全性與否 本席建議 市長應該要去掌握一下他的進度 那麼 還有高雄市說 還有高雄市說要在我們的奇經 興建 跨港的纜車 空中纜車 那麼當新聞局 觀光局這邊有發布新聞稿說 我們的空中纜車 會來興建 但是不久之後又聽說這個案子沒有任何的進度 那如果說 在高雄市 渡輪 還有我們的隧道 還有空中纜車 這三個部分沒有去做解決的話 未來當高雄市的奇經區 又要推展觀光 又要興建我們所謂的 那個奇經觀光飯店的時候 帶來更多的觀光人潮的時候 那麼奇經區現在塞船的程度 可能會是現在 未來會是現在的 不知道多少倍 所以針對於奇經居民 他們通行的部分 市長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有一個方向 是不是針對這幾個部分 我們應該要如何來解決 針對渡輪的部分 我們來如何解決 有沒有可能 我們是可以增加第二條的渡輪航線 或者是說 我們在我們的那個周邊 渡輪站是可以增加他的腹地的 來這個第一個部分 我們請市長來回答一下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陳議員非常關心奇經 那市政府跟陳議員的心情是一樣 第一個有關於第二航線這個部分 那我們一直跟港務公司合作規劃 那未來我們這個港務務的轉運中心完成以後 我想我們就會立即做這樣的一個開闢 這個部分港務公司也完全同意 第二個另外一個部分 我一直跟陳議員一樣非常關心我們的過港隧道 過港隧道這個期限很快 雖然港務公司願意加強在整個過港隧道 可以加強各方面要延長它的這個使用期限 但是我們也曾經想到 用港務基金 就是說到底是後面是跨港大橋 因為以現在的一個工程技術 這樣的一個跨港大橋 以這樣的距離也不是很難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一直在跟交通部港務局 我認為港務局有港務基金 我認為在這個部分跨港隧道 一定要趕快 在這個部分有一個清楚的規劃 在這個部分在討論的過程之中 當然他們也了解到我們現階段過港隧道 時間差不多了 時間差不多 但是我們是跟他做很多不相同的建議 因為我會認為如果空現在我們看到 包括在日本有很多他們跨海的這個大橋橋梁都很漂亮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一直都在努力 同時我們也會希望 將來有一個更具體的一個期限 到底我們這個部分我們再跟陳一言做一個報告 另外我覺得空中攬車的部分 每一次都是阻力不少 到包括都要接近完成 不是金方的土地不讓我們使用 或者就港務局在第二行 我們這個攬車的高度 有時候他們又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那我個人是同意 如果在環境影響評估沒有問題 那我個人是非常同意 空中的攬車 在這樣讓我們將來在其今 各方面在整個發展觀光的部分 我是認為可以同時來並進 謝謝 好 謝謝市長 那麼這個具體的時程表 請市長你們在會後 是不是能夠跨局處討論一下 儘快把那個時程表 預估的進度提供給本席 那麼剛剛我們談到的是 有關於第二航線在其今這邊 還有在我們的哈馬興這邊的渡輪站 能夠增加第二條渡輪的航線 然後爭取他的腹地 那麼剛剛我們也很欣慰聽到市長有講 我們目前在針對於高雄區 渡輪的那個停車場 未來我們應該是有機會 可以規劃成為他的這個 擴大他的腹地 渡輪站的腹地 那我想其今居民聽到這個會非常的欣慰 那但是這個部分的騎乘為何 我們希望市長加快腳步 那針對於這個部分 這是遠程 但是進程的目前 其今區每次就會遇到這個塞船 那麼我其實詢問過我們的交通局 他也是兼任我們的渡輪公司的董事長 那麼他有說明說其實在尖峰的時刻 五分鐘到七分鐘就會有一艘船 但是問題是民眾即使你五分鐘七分鐘就有一艘船來了 民眾還是常常必須要等待大約三十分鐘以上 那麼本席認為當其今居民在當地排隊很長很長的時候 也第一個造成當地交通的擁塞 第二個部分也造成說當地的這個居民他們的生活不變 所以本席這邊會建議 在近期的部分 近期的部分要解決 要解決我們既定坐著我們會睡覺 第一個部分在我們最近的可以解決就是說 在尖峰時段上下班時段 齊金區我們現在的這個搭渡輪 有所謂的齊金專用道的規劃 可是觀光客常常會搞不清楚 到底是他是要排哪邊 因此他誤入了我們的齊金專用道 所以本席這邊具體的建議 請交通局輪船公司應該在下上下班時間 六日尖峰時刻加派協助疏導的這樣的人員 我想市長這個應該是不困難 我們是否可以立即來做 針對輸導人員來市長您是不是 您要答覆還是我們局長 局長答覆不夠 陳議員謝謝 陳議員剛剛這個方向 我認為齊金的住民 跟我們每個高雄市民 都是一樣的平等 那怎麼樣子解決齊金 行的方便 跟所有其他區一樣 這是我們高雄市政府應該做 所以如果說在尖峰的時刻 我不知道我們的交通局長 能不能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你的調派 那個整個輪船 所以局長答覆 我原則上陳議員說 這個我基本上支持 那但是實質上要怎麼調派 給局長答覆 謝謝 請局長回答 好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對於齊金居民在進出這個齊金的關心 目前我們在齊金站 還有在古山站 這兩個站呢 他都有已經設置齊金居民的專用道 那確實有時候在假日的時候 因為有觀光客 他進來所以可能會造成跟齊金居民 局長本席時間有限喔 就針對本席的回答 在尖峰時刻 我們家派人手 能夠協助引導他們這個路線 這個部分不難吧 可不可以馬上做到 這個我們應該要做到 可以喔 好我希望說 在從這個禮拜 甚至下個禮拜 我們就開始來進行 好不好 好麻煩你 好謝謝你 那另外一個問題喔 針對於齊金的部分呢 本席最後一個問題把他問完 就是說 市長其實齊金區的居民 為什麼都在上下班時間必須搭渡輪 為什麼 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 因為在齊金區 他們在當地就業不易 如果說所有的年輕人 在齊金就能夠就地找到我們的工作機會 他不需要去跟大家擠這個渡輪 不需要去開過港隧道 到市區去上班 所以本席這邊也具體建議 未來觀光局已經規劃 要在我們的齊金區 興建所謂的觀光飯店 因此本席建議 市長是否可以承諾 未來這個觀光飯店的從業人員 應該保障齊金區 當地居民一定的就業機會 我們希望提供給齊金區的居民 能夠在地就業 在基地區他就有法度 在我們的工作機會 甚至除了第一個 保障齊金區居民 在地的就業機會 第二個部分是 可能未來是否勞工局 或是其他的這些局處 有一些訓練課程 我們可以拉到齊金這邊來做 這兩個部分來請市長具體承諾一下 不好意思時間有限 請針對大方向給我們承諾 謝謝 謝謝陳議員 基本上第一個 我同意 我也希望應該到時候 我們現在這個觀光房間 已經在公開 公開的一個展示中 所以我們有列入 一定比例的齊金當地就業 有列入我們這個招標的條件之一 一定比例 如果當然我們齊金的住民 怎麼樣子做更多的專業職業訓練 我這個部分 我們業力勞工局完全配合 就在齊金針對他們需要的人才 在這個部分來訓練 我們同意 那市長所以未來 齊金我們打算要打造 是一個觀光的大島 那麼在這個觀光局 在這個部分 我希望有其他的整個配套措施 最後我再請觀光局長 是不是願意 整個的齊金的這個配套措施要做出來 好不好 會後我們再來做討論 那這個部分請你一定要做到 好針對下一個議題喔 本席這邊 要來建議我們市長 市長 其實一個城市 收費標準 本席認為 應該是有一套標準 但是現在面臨的一個什麼問題 我相信高雄市民 你最近如果是有收到 我們煮來水的水段 你會發覺說奇怪 我本來 譬如說一百度 的水 他本來只要可能叫 一度的水是 煮來水是太9塊 不過你會發覺說奇怪 現在我收到 煮來水的水段的時候 我不是只要一度9塊 我必須要要叫 九度一度9塊 加5塊 就是說一度 並做平均要多少 14塊 變相漲價了 百分之五十五左右 為什麼收到自來水 那個費率的時候 他發現 為什麼漲價了 我們可以看到 我先把結論講完就說 高雄市不應該一室兩制 為什麼呢 污水下水道的這個使用費 他現在是隨著自來水 的那個那個單子 一起來徵收 但是現在很多民眾說奇怪了 為什麼我現在收到的水費單 是比較貴呢 因為啊 我們看到高雄市現在家庭用的污水下水道 如果有配合政府的政策去做什麼 接管的 水利局呢 在今年 應該是這個月還是上個月開始開徵 然後開徵的時候呢 他們收一度5塊錢 他們的名稱叫做啊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好這個是一樣的東西 那麼水利局他的回答很很妙啊 他說 如果民眾他 他沒有去接這個污水道下水管的 那要不要收費 不用 民眾他說 雖然叫說 民眾如果是說 他沒有去接管 他一樣用這個水 他敢要多少這個 一度5塊錢的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這個東西他說不用 他說如果是沒有接管的 是交給環保局來處理 如果沒有接管的環保局 叫做水污染防治費 但一樣的東西 差別只在哪裡 有沒有去接管 所以這變成一個矛盾的現象 有配合政府公共政策 配合去那個 興建我們所謂的污水下水道 接管的民眾 他反而比較吃虧耶 因為他在今年就要叫一個三塊 叫做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那如果沒有去接管的 環保局他們說 依照中央的法令現在宣布是說 預計要三年後才要再收這個 同樣的東西 那所以市長現在會變成一個很矛盾的現象 是什麼呢 高雄市有兩個制度 一樣都是處理這個水污染的費用 但是你已經有配合政府的政策去做接管的 要收費 還沒有配合政府的政策去做接管的 不用收費 那麼我們可以想像的到 那未來民眾他為什麼要配合你市政府的政策去做這個接管呢 那所以當我們在講說 這個接管率的高低是一個城市進步與否的這樣的一個表征 那誰還要配合市政府來做接管 所以本市的家具體的建議 這個是我們的水利局他們公布的 他說使用者付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以完成污水用戶接管的住戶要收費 那麼未完成污水接管的住戶呢 不列入收費對象 所以市長 針對水利局現在開增的這個費用 本席具體建議 應該是要等到整個高雄市全面的完成了 下水道的接管 污水下水道接管以後再來收費 才不會導致未來在推行公共政策的困難 或者是說應該要等到環保局他去做開增了以後 同步進行 甚至依照常理來講 應該是沒有接管的要優先收費才對啊 這樣才能鼓勵民眾你要趕快去做接管啊 才能夠他們願意配合我們高雄市的公共政策 所以市長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大方向我們來答覆一下 請市長回答 或者是說您要請哪一位來 請陳副市長回答 謝謝市長謝謝陳議員 那麼陳議員這個問題的確是點出相關的問題 不過差別是在下水道的使用會是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 因為污水下水道的建制是動用我們市政府的預算去BOT案 中央有沒有補助經費 這個要查一下 中央有補助經費 那是我還沒有來齁 那這個水污染防治會是環保署徵收 那類似空氣污染會 類似空污會 就是地方分六成 那麼中央分四成 是徵收單位不一樣 他是針對 現在是針對四月的 四月排污的這個收 三年後才會對家庭來收 你現在是要針對這個 這個來做解釋 還是說未來我們要考慮說 是不是這個有不合理的現象 我們應該來檢查 沒有錯這個未來的確 到底是下水道的使用 跟污水的排放能不能一併 有沒有重複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跟中央可以一併來 包括水污染防治會徵收 家庭的部分 是有討論空間 所以副市長 本市真是建議 因為他一樣的錢 他是收一樣的錢 都是一度五塊錢 甚至於環保局 他收費標準更低 他一年大概是收 預估 他們預估一年一個人 一年三百塊錢 但是目前我們的水利局 收的這個費用 是比較高的 但是將來就是 允納管的部分 他水污染防治會 就不會收 所以副市長 我建議啦 你們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 這個高雄市民不能接受 你當初在接管的時候 有跟民眾說 我現在來接管 我未來 我是要收費的 沒有喔 沒有講喔 所以民眾一直以為說 就好像 這個污水下水道的接管 民眾以為是怎樣 跟市政府開票道路 給民眾走 你向民眾說 抱歉你現在緊張過一條高雄市政府開票道路 因為有開政府的錢 所以 民眾抱歉你乖乖要丟錢 這個邏輯 對我們高雄市民來講 是說不過去的 所以本市這邊要具體建議 因為 我們是要鼓勵 市長 副市長 你再講一下 你鼓不鼓勵高雄市 未來應該要全面要來做這個接管 那當然要全部接管啦 希望接管嘛 但是現在民眾如果他認為說 我沒有接管 我每個月我不用繳那個錢 我有接管的人 我拐拐要 會合你政府的政策 我需要來繳錢 一個政府 兩個制度 我覺得這樣是對我們的成事的進步 沒有幫助 所以副市長 這個部分我覺得很嚴重 應該要盡量 來檢討 市長您認同這樣的一個想法嗎 來副市長請坐 請市長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我是覺得在這個污水下水道接管 台北市地七十二年 就開始收污水下水道的接管費用 大概只收差不多十四億 但是我們高雄市 在這個污水下水道的接管 城鄉之間有很大的差距 現在我們在高雄市的部分 大概如果沒有我們大高雄這樣聯合 我們當時大概可以達到百分之五十幾 大概一個進步的城市 但是現在城鄉一起來計算 我們大概現在拉到我們這幾年的努力 大概拉到現在污水下水道的接管 四十幾 因為這樣還沒有前面的接管 我基本上認為陳議員提出 這個中間的不合理不公平 同時提出應該要鼓勵公共政策 就是說大家要鼓勵這麼對 所以我會建議在這個部分 我們市府的內部應該前面 針對著依法要徵收 但是對這個中間 為的沒有接管的部分 比如說好像受到鼓勵 因為我就不用高雄 所以環保局這個部分 怎麼樣跟陳妍剛提到 污水下水道接管的一致性公平性 我們願意檢討好嗎 我們內部來討論看用什麼更公平 市長 本席的建議是說 環保局針對於這個污水的這個費用 他預計三年後來徵收 那本席建議我們應該 我們環保局的這個部分 作為來徵收 我覺得這樣對市民來說比較公平 不應該變相懲罰說 我現在已經有去配合政府的政策 我來徵收 本席要求的這部分 不要本末導致變成說 我現在已經可以 不要一直要往市民的身上炸錢 本席的建議是說 市長我相信你一直在說 我們來檢討 我們希望能夠公平 也要鼓勵接管好嗎 鼓勵接管 然後不要先針對這些 有接管的人就先收費了 所以我剛剛認同陳妍的意見 所以我們願意這個部分 嚴肅的檢討好嗎 我們來檢討 謝謝市長 那另外一個議題喔 本席要針對於剛剛其實破題的時候 本席已經有提到齁 很大 很多的這個青年朋友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數字喔 出生率也好 或是牽出率也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高雄市的這個出生率喔 是全國最低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人口的自然增加率 也是最低 那所以我們這邊喔 想要建議市長就是說 未來的這個青年人啊 我們有沒有可能是讓他可以回到高雄市 能夠有就業機會 甚至於未來我們可以看到 高雄市呢 是可以推出所謂的青年住宅 我相信這個也是市長 當初你的證件上面有提出來的 那所以市長 因為為什麼出生率會這麼低 那你可以想像的到的是說 因為現在的生活費大家都覺得很高 並且育兒的費用也非常的高 那很多的人 少年朋友 他可能 他一世人喔 他的錢都是怎樣 就被貸款就綁住了 所以本期這邊具體建議 是不是未來 因為這個居住的正義 我們希望從高雄市 讓大家能夠看得到 所以在這個住的方面 我們是不是請市長能夠來說明一下 來市長您願意 是不是可以 請獨法局長回答 您說明一下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我想那個 行政院在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他確實有提出一個政策 叫做所謂青年住宅 那可是這個政策推出來之後 事實上在很多的學者或是一些團體 他們有很多的疑慮 那這個疑慮包括說在市場的接受度 以及他可以在金融核待方面 都有一些批評 甚至是有些學者 他們認為說 這個是過去那個 夜市民時代 合宜住宅的一個翻版 局長 本期時間有限 我們來這邊質詢 不是要聽你告訴高雄市民說 不需要蓋這個東西 或說中央的政策有怎麼樣 本期現在是在講 其實我們高雄市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我們其實加入的這個聯合國大會 在一九六年他也有通過 所謂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的合約 那上面其實有提到一個權利 氏族的住房權 指的是任何人都有和平安全 有尊嚴的居住在某處的權利 政府的工作 不是只有讓每個人有地方住就可以 還要讓每個人住的安心自在 那本期是說 不論現在中央他的政策為何 不管中央到底有沒有補助我們高雄市 本期現在要幫高雄市的年輕人來問的是說 當高雄市的薪資結構 可能沒有其他的都來的高 然後但是高雄市的房價 目前看起來又一直是往上攀升的狀況 目前全國的所謂的社會住宅也好 他的比例大概是0.08 跟其他世界各國來比都是相對的低 那麼當別的城市 他們現在也都有在推出說 所謂的青年住宅社會住宅 甚至市長其實在你的政見上面來講 你也有推出這樣的一個政見 那麼所以本期這邊具體建議就是說 當初既然有喊出這樣的政見 而這個政見也是高雄市的年輕人 現在需要的 甚至高雄市現在一些比較弱勢的族群 或是一些老人 他們所需要的 所以本期這邊是要求局長 想辦法解決問題 我們今天來這邊開會 不是要你來告訴我們說 這個政見現在沒辦法 這個人沒辦法 那這樣子就不需要我們來建議說 高雄市民現在需要的就是這樣的一個青年住宅 我們有沒有辦法來做這個部分 而且青年住宅你知道定義是什麼 他可能是用只租不買 會說你要出售也可以 但是是讓年輕人是可以用比較合理的價格 然後來住高雄市的房子 對這個我跟議員回覆一下 因為我剛剛話還沒講完 就是說事實上 時間有限局長 針對問題回答就好可以嗎 我們現在來講我們有租金補貼 那同步我們也在規劃所謂的社會住宅 那社會住宅取得的方式我們也有很多種 那我們現在是採取就是利用找出高雄市一些閒置的一些公有的房舍 那跟他租任之後我們加以整修 現在有在進行了沒有 現在有在進行 正在進行當中 那預計要在什麼地點 地點上我們有多數在評估 那期經也有一塊 期經預計在哪裡 期經就是可能在那個齊厚大街附近有一塊閒置宿舍 那我們現在正在積極洽商當中 那除了期經還有哪裡呢 高雄市預計有幾處 然後會有多少的住戶 這個有很多像我們 我們在山明區新興區現在有的都有在評估當中 好 那局長本席給你時間喔 那希望說把這項青年住宅的政策落實在高雄市 我們希望讓高雄的年輕人能夠回到高雄市 第一個我們先提供給他比較讓他能夠負擔得起的住宅之外 我們也希望未來高雄市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一並讓年輕人願意回到高雄來落葉生根 本席也不希望市長 我想每次看到我們的所謂的出生率那麼低 或是低收入戶數是這麼高的情況下 這對我們高雄來講都是一個痛 我想不論是市長或是我們民意代表 我們都希望說未來大家講到我們高雄市 都是覺得這是一個進步的事情 我們這裡大家都樂於在高雄市落葉生根 好不好 那針對於這個問題再衍生出來的齁 好 本席這邊會那個秀一些數字 好 那我這邊會待會會再次給我們市長看一下這些所謂的數字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低收入戶的這樣的比例您看到了 並且我們也看到了高雄市的出生人口數 在今年出生人口數大概就是只有一萬六千一百零四 簽出的人口數居然是達到了九萬七千多人 那當然是有種種的因素加起來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因此本席這邊還要具體建議就是說 除了提供給我們的年輕朋友青年住宅的部分以外 現在很多的年輕的家庭 他們更希望政府能夠照顧他們的是說 所謂的公立拖英中心 那本席這邊也要具體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本席其實有推一個口號 區區都要有公立拖英中心 那麼但是我們現在可能是礙於預算的問題 所以目前高雄市的公立拖英大概只有15處 那台北是16處 但新北做的很好是他大概有四 他的那個數量就比較多一點 那本席認為高雄市在這個部分應該要多多的來加以推廣 所以本席具體建議市長是不是應該要在我們的高雄市有閒置的場所 甚至閒置的學校用地 我們可以來興建這個所謂的公立拖英中心 幫助我們這些年輕的朋友鼓勵他們多多的生育 政府負起照顧他們的責任 好這是公立拖英這第一個部分 那麼在本席的轄區呢 目前有所謂的閒置的就是市政府因為你們政策的推動 我們古山區有一個中山國小 那未來那個地點 那個我們市政府如何來做推動 本席建議那個地點應該不要再把土地賣掉 而是能夠朝向公立拖英 社區長青學院 甚至拖老中心 等等這些公共的措施來做 那市長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做到 因為時間有限請回答是願不願意 來謝謝你 請市長回答 好謝謝議長謝謝陳議員 我想陳議員剛剛這個方向我們願意 事實上也努力在做 不過因為公共拖英中心 它的公共安全消防 都比一般更嚴重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用舊的閒置空間 這個部分要更審慎 但是這個方向我們認為同意接受 至於中山國小的部分 市政府原本都在規劃 我大概前幾天在跟教育局討論 我認為這個部分可以給我們的長輩 另外一個部分公共拖英 在這個部分一起來做 當我們在具體的規劃好 我們現在跟陳議員報告 謝謝 謝謝市長 那我們很欣慰也聽到說 這樣的一個承諾跟回答 希望未來看到高雄市 有更多的這個公立託英 減輕這些父母們 他們在育兒上面的這樣的負擔 甚至剛剛市長也承諾 我們可能會在社區長青學院 甚至公立的託老中心 我們都會來努力來加強 希望提供給長輩 更多這個學習運動休閒的地方 好那還有個議題 本席這邊針對於這個通學步道的部分 本席要建議我們的市長 因為我們其實在針對高雄市 市長一直說我們要有所謂的 希望低碳城市 所以我們非常的鼓勵自行車 那當我們市政府花了大約3.9億左右的經費 來興建所謂的高雄市的自行車道的時候 在這樣的同時 這個大家都會予以肯定 鼓勵多用沒有污染性的這樣的一個運具 但是市長你有沒有想過 也許我們更可以朝向鼓勵民眾 就能夠直接通行 用徒步的方式 然後到達目的地 那但是本席這邊對公務局 有一點必須要予以譴責的是 當本席要求你們針對這個通學步道 去做規劃 所謂的通學步道的規劃 我們可以看一下 待會那個會秀一個那個報告給大家做說明 就是希望能夠參考日本的模式 因為日本的模式 它是從學校一直到所謂的社區 當中延伸的整個的通行的路線都會做規劃 當然除了硬體設備的整個路線的建制以外 針對於耗製等等 然後提醒民眾要注意學童 或是注意行人的安全 這樣的一些標示 做得非常的完善以外 這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但是呢 公務局給本席的一份答案是什麼 他說高雄市目前的通學步道 從社區到我們的學校 非常的完善 我想局長 可能你是不是不曉得你們的工作人員 有提供這樣的數據給本席 所以局長本席建議 希望在市長跟你這邊我們共同來努力 希望提供給高雄市民一條 能夠安全通行的這樣一個步道 我們秀一下照片 這給你們看一下日本 來 這個是日本 你可以看到中間就是我們所謂的通行的步道 他有把它在路面上做出標示 好 那我們在看到他的旁邊有寫 他有一些 做一些標示呢 是可以告訴我們說 這是通學的路 請一般的行車的時候必須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會有行人來通行等等之類 那因此本席這邊就是要具體建議 很多的民眾啊跟本席反映說美亞議員 我光是推著娃娃車要到高雄市 他說市長講的說 龍十六森林公園是高雄市最棒最好的一個公園 但是我從住家推著娃娃車要去公園的時候 我是寸步難行啊 我必須跟這個機車來爭道啊 所以我想未來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應該來加強 共同來集思廣益想一個方法 甚至有沒有可能我們也許可以先找一個地區社區來做示範 然後未來再廣泛到全高雄市都來做 因為目前高雄市所謂的通學步道都只有在哪裡 都只有在學校周邊 對馬市長目前是這樣 所以市長未來通學步道部分 我們願意在多久的時候我們願意來做規劃 來市長 請市長回答 好謝謝議長謝謝陳議員 當然陳議員提醒也是我們做得不夠的地方 其實現在我們的通學步道都好像以學校為中心 在學校的四周 但是這樣是不行也是不夠 那我會覺得說剛剛我看到我個人也在日本這個部分也是有看到 所以我們高雄市我們願意跟我們的公務團隊 大家一起努力 有沒有可能在我們高雄市預算許可 我們現階段找一條或者找幾條 由社區到學校來做一個通行道路的這個規劃 然後具體來試試看 如果說它確實給市民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讓家裡的老老少少 社區到學校 社區到公園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朝著這個部分先規劃 然後接下來我們應該具體馬上先落實 我們先找幾個點來做 好嗎 好 感謝市長 我們希望未來高雄市的這個富幼行人 都能在高雄找到一條安全的道路來行走 非常感謝這個我們的市長 那最後本期這邊要建議一下 就是有關於登革熱的問題 我們秀一下數字就好 時間有限 本期這邊還是要要求我們的市府團隊 應該要甚至衛生局長領責任重大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在各年的這個數字上面來講 可以看到277年 我們那時候看到說212個登革熱的案例 大家覺得非常可怕了 結果呢想不到在去年的時候 居然是暴增到11953個案例 然後在今年在11月初的時候 我們目前統計就已經達到了8389個案例 甚至還有一週是達到了1223個案例 那麼我們點出這個問題是說 因為目前高雄市很多的做法都是發生了以後 甚至以本席的轄區來講 有兩個禮 相領的兩個禮 他們在兩週內去噴灑了兩次 所以導致什麼呢 導致他每一條街巷都有被噴灑過 那麼很多的這個老幼婦孺就苦不堪言 因為他必須去家裡面做很多的這個清掃 造成他們很多的這樣的麻煩跟困擾 甚至還有人因為這樣子而死亡的 所以本席這邊要具體建議 市長在明年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想一下 有什麼是可能在登革熱會發生的時期之前 就先去想一套預防的措施 所謂預防不是說我們現在要來做什麼 現在在做什麼 那都叫做事後的怎麼講 事後的做法了 我們希望能夠在登革熱發生之前 就告訴民眾 我們是不是會訓練一些團隊 去告訴民眾說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注意周家的清潔怎麼樣 本席認為開閥不是一個最好的手段 而是在都還沒有事情發生之前 都就必須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市長就針對於預防的部分 待會希望您來做出承諾 我先把問題都問完 針對於登革熱的部分 本席這邊也希望跟市長還有跟市府所有團隊 大家共同來宣誓 希望明年的高雄市民不要再有受到這一種 登革熱的困擾 也不要再有人因為登革熱而死傷 這對我們高雄人來講 真的是一個最大的心中的痛 第二個問題 針對於剛剛齊進區的發展而言 本席還有另外一個意見 要請財政局還有市長 這邊未來要協助 因為高雄市齊進區 很多的居民沒有辦法 救他們的現有的房子 再去做改善 是因為他們現在大部分土地都是用成租的 未來我們是不是市長這邊可以承諾 跟中央這邊具體要求建議 很多的土地是不需要再由國家來管理 而是可以釋放給私人的民眾 他已經在那個地方居住很長的時間了 就地讓他們來能夠優先的成功 甚至有一些地方應該畫出範圍 讓市民可以在那個地方就構地 帶動我們齊進區的居住 保障齊進區的居住正義 帶動齊進區的經濟發展 甚至於我們未來的這個經費來講 本期最後建議就是說市長 針對於我們的警察局的經費 我們不希望再看到所謂的監視器 我們常常號稱說現在監視器喔 市長現在的政策是說監視器不再建制 不再建制的同時 你應該要把現在現有的監視器 他的不良率要想辦法 不是只有數字告訴我們說 現在的良率達到85% 但是民眾每次要去調 都是一個壞掉的 那我想這會打擊到警察的士氣 並且也會讓市民對我們警察產生疑慮 那並且我們看到的是很多 現在高雄市有許多老舊的車輛 是警車的車輛 那我想這個對警察的安全 並且在打擊犯罪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值得人家擔憂的 我希望市長能夠多多的支持 我們所謂的教育經費 跟我們的警察的經費 最後一點 針對於我們舊的龍華 國小的校地 未來是否可以專款專用 那個地方如果任何收益應該要用在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陳妍 會不會一連串 我都 第一個 我先說這個 有關你龍華國小這個部分 我交由 我們的財政單位 在這個部分 有沒有可能是專款專用 還是他用在所有高雄市民 這個部分 我們來進行 請財政單位這個部分來檢討 第二個部分 有關於我們現階段的所有 我們現階段 有很多警察設施設備不足 包括我們的監視器有若干的不良力 那我才剛給我們的警察局 在兩千萬的第二億倍金 對監視器的整修 因為我跟陳妍一樣 我覺得說 你如果要收容 或者是因為辦案的需要 要去調這個監視器 就發覺說 他這個監視器是壞的 這個都是讓我們覺得很痛心 也覺得這個不是不應該 所以如果警察基於維持治安的需要 需要增加監視器 我們他並不是說一定 將來不要增加監視器 就是說他們應該要用專業 去思考說 到底是監視器 是什麼地方要建立 對他們未來高雄 在我們比較有幫助 這樣我們就支持 至於警察各方面 我也希望我們的檢察局陳局長 我想陳局長大概所有提出 未來對高雄治安維護 我們從來沒有三一毛錢 感謝議會大力的支持 這個部分我們都來做一些處理 那另外剛剛陳妍還提到 對不起 有 農法國小已經答覆了 還有 齊金土地 我想 對不起 齊金土地大部分都是國有財產局 我認為這個中間確實有很不合理 那高雄市政府願意出面 我會認為說應該給齊金的市民 如果國有財產局他現階段 他沒有必要在齊金這個土地 我想現有的祝福應該優先來購買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合理 那我想我們高雄市政府 願意跟國有財產局 在這個部分來進行協商 我大概對於陳妍今天的一些意見 我們會記錄 那我們這個部分會來討論 包括我們有一些具體的結果 再跟陳妍報告 謝謝 謝謝陳美雅議員 休息十分鐘後 繼續開會